大理奥运会刚刚落幕 日本运动员们的风头还未完全消退 但接踵而来的争议却让他们陷入了舆论风暴 张本志和石川家纯 早田希娜三位日本运动员 因一系列事件和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 这场风波不仅涉及个人行为 还触及了国家和文化的敏感神经 早田希娜本届奥运会的日本乒乓球选手之一 因其不当言论而成为舆论的焦点 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希望参观日本的特工资料博物馆 这一发言信秀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日本在二战中的神风特工队而设立的 曾因其美化战争和极端主义行为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早田希娜的言论被解读为对战争行为的不当美化和对历史的轻率态度 引发了中国网友的不满 众所周知 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是促进和平与理解 而早田希娜的表态显然与这一核心理念相悖 她的举动不仅伤害了中国观众的感情 也对奥林匹克精神造成了伤害 除了早田希娜 张本志和和石川佳纯已因不同的原因陷入了争议 张本志和与石川佳纯曾一起参拜东乡神社 这一行为引发了外界对其政治立场的质疑 东乡神社被认为是与日本军国主义历史有联系的场所 这使得他们的参拜行为被解读为对这一历史的默许和支持 而石川佳纯在接受采访时的不当言论同样引发了关注 她在采访中发表了一些带有正义的言论 未能恰当的处击与中国运动员的关系和比赛结果 引发了网友的不满和批评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在得知早田希娜的不当言论后 迅速采取了行动 取消了对早田希娜的关注 此前孙颖莎和樊振东在早田希娜开通微博账号后 第一时间关注了她 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孙颖莎甚至在比赛结束后 还曾打算送给早田希娜徽章 作为有益的象征 然而孙颖莎的善意却遭到了回击 这一反转史的樊振东等人 也纷纷取消了对早田希娜的关注 避免进一步的麻烦 樊振东的迅速反应显示了 她对中国运动员和网友态度的高度敏感 也体现了对友好关系维护的重视 中国网友对早田希娜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失望 身份在她的社交媒体评论区表达不满 网友们认为 中国运动员和公众一直以友好的姿态对待日本运动员 但对方却未能以同样的尊重回报 这种虚伪的态度被形容为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暗指其真实面目被揭露 许多网友对早田希娜及其团队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因为他们在奥运会期间虚伪的装出友好的姿态 实际上却心怀不满 网友们的愤怒还体现在早田希娜 在微博发布的与中国运动员合照上 这些照片被认为是其表面上的友好姿态 背后却隐藏了真实的态度 从巴黎奥运会的争议到当前的社交媒体风波 日本运动员们的行为和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无论是早田希娜的博物馆参观计划 还是张本志和和石川家传的参办行为 这些都暴露出了一些运动员在公众形象与个人态度上的矛盾 对于中国网友和运动员来说 面对这种情况 不仅要保持清晰的判断 也要继续推动国际间的友好交流和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希望未来的国际比赛中 各国运动员能够真正践行奥林匹克精神 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与合作 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友好互动 阿龙的再三挽留刘国良迟来的夸奖 都揭开了樊振东在拿到大满官后铁了心要退役的内幕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马龙官宣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战 但关于四年后的洛杉矶 他却希望小胖依然在 樊振东始终没敢看向龙队 沉默许久回应到 未来不一定是乒乓球了 这下球迷是真的感受到小胖要退役 早在巴黎奥运会开始前 樊振东就在社交平台表示 这是最后一会 奥运会比完赛后 他发文说到有始有终 怎么看都像是他在跟球迷做最后的告别 有人说樊振东现在退役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如果在洛杉矶没有取得好的成绩 很多人不会记得他在巴黎奥运会的力挽狂澜 迎接他的只会是拳网铺天盖地的谩骂 巴黎奥运会难担比赛 王楚清意外出局止步32强 所有的压力全都落到了小胖一人身上 巴一建军节当天的比赛对阵的又是日本队 从各个方面来看 樊振东这场硬仗只能赢不能输 面对0比2的天崩开局 小胖在场边和王浩说这个局面他可以 最后这场比赛打满7局 樊振东顶住巨大压力4比3逆风翻牌 观赛席的龙队和场边的王浩 看到这一幕早已红眼眶 如果没有他的坚守 不敢想象国平将迎来怎样的艰难时刻 但谁能想到多次挽救国平于水火之中的樊振东 却也会遭遇长达三年的区别对待 自从二年在新加坡WTT夺得冠军后 小胖就进入了无人在意的状态 先是被协会无缘无故取消参赛资格 积分被负零还被倒扣了1400分 后因伤病暂停训练 为排解巨大压力去看偶像的演唱会 没想到视频流出遭到了攻击和谩骂 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被莫名网爆 后来在新加坡大马冠 樊振东更是沦为了肆无人员 没有技术指导没有跟赛陪练 没有专属体能没有基本医疗保障 想要练球他只能去找外戏 明明巴黎出战难担的是两 但小胖依旧处于无人在意的状态 直到王楚清的出局 众人的目光才放到了樊振东身上 要知道在近十年的单打赛中 樊振东明明一直与龙队交替获得冠军 却一直被边缘化 这样的事情放谁身上估计都无法承受 所以相信樊振东做出退役的决定 一定是在深思熟虑之后 而未来无论是选择继续征战赛场 还是开启美好的篇章 相信樊振东会一如既往的散发光芒 最近中国乒乓球界的两位巨星孙颖沙与樊振东 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 他们纷纷取消了对日本乒乓球选手早田希娜的关注 这一突如其来的行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干得好 为你们点赞 请不要碰触我的底线 做伤害中国人的事情 那么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故事要从巴黎奥运会说起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上 孙颖沙与樊振东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代表 展现了非凡的实力与风采 而早田希娜 作为日本乒乓球队的一员 同样在赛场上有着不俗的表现 尤其是在女单项目中 虽然最终不敌孙颖沙 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赢得了不少人的尊重 比赛结束后 双方还进行了友好的互动 孙颖沙甚至赠送了早田希娜一枚徽章作为纪念 这看似为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 增添了新的篇章 然而 好景不长 就在奥运会结束后不久 早田希娜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言论 却让她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友好氛围 瞬间降至冰点 她表示 自己有意参观位于日本南九州的支揽特工和平会馆 这一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因为该会馆并非一个简单的历史博物馆 而是收藏了大量二战时期 日本神风特工队员遗物的场所 这些遗物和资料 不仅详细记录了那段惨烈的历史 更充斥着玉碎 中军等极端思想 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变相宣扬 讲到这里呢 阿豪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支持孙颖莎和樊振东因为早田希娜的言论 而取关她的行为吗 支持的打支持 看看有多少人支持的 事实上 孙颖莎与樊振东的取关行为 并非冲动之举 而是他们作为运动员 对国家历史与民族情感的深刻理解和尊重的体现 他们深知 尽管体育无国界 但运动员的言行举止 却往往承载着更深的政治和文化含义 在中国人民心中 那段被日本侵略者践踏的历史 是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 任何试图美化或歪曲这段历史的行为 都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 具体到早田希娜的言论 她所表达的对于支揽克工和平会馆的向往 无疑触碰了中国选手内心深处的敏感神经 在孙颖沙和樊振东的认知中 神风特工队代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和残忍 是对和平的极大破坏和对人类生命的极端漠视 因此 当早田希娜表达出 对这样一个与军国主义紧密相关的场所的向往时 他们很难不产生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更值得一提的是 早田希娜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 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 她在开通微博后 与孙颖沙、樊振东等人进行了互相关注 并分享了多张与中国运动员的合影 看似在努力营造一种友好交流的氛围 然而 她在采访中的言论 却与这种表面的友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人不禁怀疑其真实动机和立场 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 无疑更加激怒了中国网友和运动员 面对这样的情况 孙颖沙和樊振东迅速做出了反应 他们不仅取消了对早田希娜的关注 更用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荣誉与民族尊严 这一举动迅速赢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支持 大家纷纷表示 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底线面前不容妥协 阿豪认为 孙颖沙和樊振东的取观行为 虽然看似简单 但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历史的尊重 和对和平的坚守 同时也向公众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都是不可动摇的底线 此外 这一事件也再次提醒了我们一个道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 今天各国运动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 但在这种交流与合作中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不能因为一时的友好 而忽视了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差异 更不能容忍任何伤害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行为